零到第八 這是所有的這個subject 但是我先解釋一下 那個雖然這樣子列了 但是事實上就由我過去的經驗 其實最多最多上到第七 第八應該是不太可能上得了 因為以前的時候我們是18個禮拜 現在我們其實減了兩個禮拜 雖然對我們現在這堂課 事實上我是用17個禮拜做barge 不是用18也不是用16 是在中間 但是我在猜 也會對我們這邊的上的內容 會造成一些影響 所以我的個人的習慣 我不喜歡趕課 我不喜歡趕課 我覺得說大家就是按照這個正常的速度 希望學生能夠吸收的比較好一點 所以雖然我列了這些 到時候我們看教多少是多少 我會希望說至少教到第六 高雄metry model 這邊可以講到完 OK 第七可不可以教 到時候看我們課程的那個進度 因為畢竟少了一兩個禮拜 還是會有差 順便講一下 我中間有可能會有一個禮拜 會去參加conference 因為他還不知道 因為conference paper投了也不一定會中 對不對 我也不是insider 不能保證我的paper投了一定中 但是如果中了 我可能會去 我去的話也會影響到我們的上課 這也是為什麼我雖然說現在改到十六個禮拜 但是我budget十七個禮拜 因為就是incase中間有一個禮拜 如果說我去參加conference OK 那我現在目前把final exam 設到5月31號 然後這個project presentation 設到6月7號 目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規劃 那如果有任何的變化 那我這個sillibus 我會update 這個sillibus 就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所有這些課程的material 都會在e-class裡面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變化 我會update這邊 然後會請TA把sillibus e-class上面的sillibus update 好不好 那講到這邊 大家對sillibus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 OK 對啊 那 對 又跑了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 看 因為我們就 直接 開始講 反正講白點就 第一堂課 這個 我覺得說 那個 大家寒假也都 剛 只是還沒過完喔 其實 這怎麼拉不過去 第一堂課 大家都 覺得還沒有開始 學習還沒開始的感覺 等一下 好像 好像 不是很方便 好 那我們現在 為什麼這麼小 有點怪怪的 我沒有放大 這樣好多了 好 那我們 先講一下 課程開始要講一些 這個 跟這個課程 內容 就是說 一個jump stop 那 第一點當然是 我們 我剛剛有講說 我考慮了很多很多的教科書 對不對 那我們以前用的那本教科書 就是很厚的那本 用R的 就是這個 第二本的reference 第二本reference 這個 Doing patient data analysis a tutorial with r jax and stent 這個jax 跟stent 就是r的工具 就有點像 我們這本課的 用的這個 patient analysis with python 那裡面的這個 pymc3 跟rv 他們都是 python的library ok 那這個是 r的 你可以講他jax 跟stent 是r裡面的package ok 那 這本書好處是 這本書講得很清楚 那 也是強調實作 那 我還蠻喜歡這本書 那他缺點就是 就是我剛剛跟大家講說 他是用R 所以我不太想要 就是 就是 再讓大家再去 為了一門 某一門課特別熟悉 好像感覺有點 有點怪怪的 ok 那 那 除了這個以外 這本書 其實都不錯 那 如果同學對 我們這堂課 有一些概念 不是太清楚 ok 那 覺得課本寫得不夠好 你希望去看 就是說 解釋得更好的 這種方法的話 這本書會是一本 還不錯的書 ok 這是為什麼把它列到 Reference 2 那你說 Reference 1是什麼東西 Reference 1 這一本是 German Colin 跟Stern Bation Data Analysis 第三版 注意一下 是第三版 ok 這一本書基本上 是被日資料分析的 幾乎可以講是Bible 就是 而且 不僅是Bible 而且它是一個 有點像是百科大權 什麼都講 那 但它的缺點是什麼 ok 這本書其實呢 很數學 ok 很數學 那 我教這門課 我的 我的 我的想法就是 我不希望這項課 那麼的數學 好 雖然說 被日資料分析是 統計 學的一個 一個 延伸 但是我 我的個人的 我自己的 under是數學 但是我覺得說 我不要 我不要把這門課 弄得太理論 我希望這門課 就像 我教深入學習一樣 希望能夠 比較focus 在實作 ok 所以我不喜歡 就是 不太喜歡 這個 教科書的做法 這個教科書 太數學 而且 可能會 對 同學會比較硬一些 但是 如果同學對 數學 喜歡數學 希望看 比較正式的一些 證明 或定理的話 那這本書是 比較適合的 ok 那我列在 reference 1 那這個 primary就是 我們的教科書 ok 那 我至少 survey了十幾本 ok 那我列在這邊的 我覺得是比較有代表性 那至於說 除了我們的課本 另外這兩本 其實網路上都找得到 但是我還是不能跟你講在哪邊 對 那就 你們自己去 想辦法 好不好 ok 好 那接下來講 貝士資料分析 為什麼我們講 貝士資料分析 我先講一下 我剛剛一直講說 貝士資料分析是 一個統計學的 一個 一個 一個做法 ok 那我也講說 貝士資料分析是做 Data Mining ok 的一個工具 那 事實上呢 你知道我們資工系 一講到Data Mining 我們就 我們資工系在做Data Mining 很多人就說 我們Data Science 我們資工系在做Data Science 對不對 那我們資工系真的在做Data Mining 跟Data Science做了多久 就是 嚴格講起來 就是我們講 好吧 講到機器學習 講到Data Mining 資工系 大概最多做大概20年 不到30年 ok 就是 資工系 Data Mining 大概這樣子的歷史 ok 當然在資工系的眼光來講 這其實是很長的時間 為什麼 因為資工系是1950年以後的 一個學科 資工系 真的開始有系 是 在國外的話 很多的大學 成立 資工系是1950年代 就是大概1950年代 1960年代 像我畢業的Ohio State 他大概1950年代的時候成立 已經算很早的 就是在那個 所謂我們講Big Ten的學校裡面 算比較早的一批 但是那已經是全世界很早的 那你算1950到現在多久了 70年 資工系其實沒有到100年 資工系這個領域其實 其實是很年輕的 很年輕的領域 ok 那這70年明明 你說20多年 快30年的Data Mining 在資工系來講 當然算是一個很悠久的歷史 對不對 但是 資料分析這件事情 難道就這麼短命嗎 我說難道就是1990年代 2000年才開始嗎 當然不是 資料分析這個東西 事實上 其實 一開始就是統計系在做的事情 統計在做什麼東西 統計在做資料的 就是整理資料的分析 其實統計系這個系 在二三十年前就有一些 教授認為統計系應該改名叫做 Department of Data Science OK 你知道統計系基本上是數學系的一個branch 數學系有數百年的歷史 統計系至少也有上百年 OK 有好幾 一百多年以上 OK 所以 統計系從一開始就是在做資料分析 OK 我講說統計系 差點改名叫做Department of Data Science 這件事情 你可以自己上網去查一查 這個事情還是一個台灣到美國的一個教授提出來的概念 OK 這個教授 我有點忘記他名字 他在那個 也是一個名校 Georgia Tech 喬治亞理工大學裡面的統計系 算是很有名的一個教授 應該還沒有退休 我記得還活著 還沒有退休 那他那時候就是強調說 統計系應該要證明 他們講是用證明這個概念 他們叫資料 他們叫做Department of Data Science 所以統計系一開始就是在做資料分析 OK 統計系為什麼數學要統計這個branch 就是因為資料太多了 需要一些技術來做分析 而跑出來的學科 OK 但是統計其實有幾個branch 最有名的branch 一個一開始叫做Frequentist 什麼叫Frequentist Frequentist的概念就是說 大家知道一講到統計 我們就必須要講什麼 講到機率 對不對 講到機率 對不對 那Frequentist對機率的了解 之所以叫Frequentist 他們就是因為他們對機率的這種認知 他們對機率的了解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我們知道 大家知道說 如果一個 我們從小就學 不是從小 但是你們高中就應該學統計 學這個機率 那第一 一開始告訴你就是什麼 一個size 如果是公正的 扔下去 每面的機率是六分之一 對不對 對不對 有學過嗎 對不對 骰子扔下去 如果是公正的 它每面出現的機率是六分之一 對不對 好那你怎麼理解這個事情 對統計系那邊的Frequentist的學派 他們的概念是說 你這個 骰子 扔下去 每一面的機率是六分之一 這件事情 他們的認知是這樣子 是說 我現在 扔 扔 我假設我骰子 假設是公正 我可以扔個 一百萬次 扔個一千萬次 然後呢 裡面 這麼多次的trial裡面 會有六分之一的比例 假設是一點 六分之一的比例是兩點 六分之一的比例是三點 與此類推 這個叫Frequentist的概念 它基本上是用一個 用一個 就是 很多的trial 然後 然後去看說這個 去算這個機率 OK 這是Frequentist的概念 OK 但是這個 這個概念會有 會有一點問題 什麼問題 OK 你說 扔骰子 當然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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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扔很多次 對不對 沒什麼了不起 對不對 你可以一直扔 可是呢 就 大家也 就是說 有很多可能的例子 我拿一個 這個 大家 其實很多 因為你們 如果說 如果說在美國 就拿這個 這個美式足球 因為最近才打過NFL的那個冠軍 比賽 但是你們不看美式足球 所以我沒辦法拿這個當例子 OK 好吧 台灣最常見的是什麼 選舉嘛 對不對 台灣最近在那邊講總統大選 對不對 好 那 總統大選 現在看起來這個 藍營氣勢如虹 對不對 OK 那我就跟你講說 看起來藍營有 有六成的機率 會贏 下一屆的總統大選 OK 當然有人認為是八成 對不對 沒關係 OK 我隨便講一個數字 六成是什麼意思 就是 其實它代表的意思是說 綠營藍營 就是綠營藍營 藍營 營的機率是 0.6 對不對 那綠營營的機率是 0.4 對不對 我剛剛講的那句話 如果寫成數學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這麼問題 可以理解嗎 對不對 那你可以這樣講嗎 說 好 我們現在來開始選舉 選舉一百萬次 藍營會贏60% 綠營會贏40% 現實上不可能發生嘛 選舉就選一次嘛 然後可以讓你選一百萬次 對不對 他不是一個trial 不是可以一直repeat的一個experiment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 所以 這個時候 frequent 如果你是用frequent的思想去考慮這個 機率這件事情的話 那 那其實是 這個東西是不能這樣解釋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呢 其實呢 我剛剛跟你講說 藍營營的機率 我說藍營營的可能性有六成這件事情 我講的這個0.6 代表的其實是一個 belief 對不對 是一個belief 這個就是 被釋的概念 被釋對機率的概念是一個belief OK 是一個belief 如果骰子是公正的 他每一面出現的機率是一樣 這是一個belief OK 那如果下一任的選舉 OK 藍營氣勢龍 所以他贏的機率是0.6 這是我的belief 這個機率 是可能隨著我的observation來調整的 這個belief其實是一個prior 就是 先驗 我們講prior是先驗 就是說我們如果什麼都不知道 那應該說不能說什麼都不知道 就 based on我們現在所知道的 這個觀察 OK 藍營有六成的機率贏 OK 可是你不知道後面會不會做出一些 就是說兩個陣營會不會做出來一些事情 對不對 可能後面藍營做一些事情 他再加更多分 或者他做一些很笨的事情 他減分了對不對 那這時候你的belief會調整對不對 這個就是被視的概念 它其實是一個common sense 注意 被視對機率的調整 它其實是一個common sense OK 那它可以用在很多的領域 那但是我這邊只是提一個例子 讓大家知道說 frequentist跟bation 這兩個學派的主要的差別在什麼地方 那另外就是說 有另外一個這個 那現在統計上面這個資料分析的trend 是從frequentist轉到bation OK 那另外一個dimension 一個trend的是從hypothesis testing 轉到estimation with uncertainty 什麼叫hypothesis testing 基本上就是去算p-value 你們如果有學過一點點統計 你們就會知道說 這個統計大多都是在搞p-value 包括NHST NHST其實代表意思是說 這個no hypothesis 這個t就是test 所以它基本上也是一個hypothesis testing 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基本上是基於p-value上面建構的 那這些hypothesis testing 裡面的幾率的很多計算 其實也會有一個問題 它是跟這個 就是你計算這個幾率的一些 或者這樣講 你怎麼樣收集資料的intention有關 你說老師收集資料 為什麼跟intention有關呢 我拿一個例子給大家看 我扔這個 這個這個 假設我扔這個這個叫什麼 這個 扔什麼東西是有正負的 不是骰子 骰子有六面嗎 有沒有什麼東西是兩面的 錢 對對對 扔錢 我扔十次錢 就是我這個trial 我這個experiment 十次裡面 就是扔point 扔十次 收集到有六次的正面 四次的反面 誰可以告訴我 這個幾率是多少 就是我講說這個正面 正面我用這個face好不好 反面我用tail來表示 假設是 假設是face tail tail face face tail tail 看一下 然後face face face 1 2 3 4 5 6 6 4的臉 face 4 4的tail 這個大家會算嗎 就是我扔十次的coin 出現六次face的幾率 大家會算嗎 可能忘了是不是 OK沒有關係 但是你們至少你們知道說 高中我算過這玩意 好不好 我沒有期待 理論上你應該會算 對 但是你們希望能夠提醒你們一點點 這些簡單的機率 機率的東西 好 Anyway 這個東西呢 它就是 這個2的十次方 因為每一個有兩種選擇 兩種選擇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在這十格裡面 c從十格裡面取六個 去side face 那剩下四格裡面 是tail 這是1啦 沒差 就這樣子 這是你的機率 假設這個是你收集到的數據 那你說 扔十次這個硬幣 出現六次face的幾率是這樣子 可是呢 有沒有可能說 其實我的intention是 扔十次 應該說 扔這個硬幣 扔到第六次正面的時候停下來 扔硬幣 扔到正面的時候 扔到正面第六次的時候停下來 那這個是不是也是其中一種可能性 對不對 扔硬幣 扔到六次正面的時候停下來 這邊注意喔 你可能剛好六次都是正面 或者你有一個正面 然後有六個正面 然後有一個 一個tail 對不對 那或者六個正面兩個tail 六個正面三個tail 六個正面四個tail 六個正面五個tail 你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對不對 你要把這些機率都算出來 然後呢 出現六次正面 那是這樣子的機率 這樣子的情形的機率是怎樣 你可以算出來 你會發覺說 算出來的機率不一樣耶 雖然你收集到的都是 六個正面 四個tail 但是這會根據你怎麼樣收集這個資料的 intention會有關係對不對 這個intention會影響你算這個機率 那這個同樣也會影響 P-Value跟MHST的計算 但是intention是很隱晦的事情 大多數的時候 資料分析的人 甚至不是收集資料的人 對不對 你拿到這個資料 你說這是我拿到的資料 可是呢 你是不知道人家資料收集的細節的 如果你都不知道他intention怎麼收集 那你當然你只能假設他是怎麼樣收集的 那你這樣 based on這個assumption 去做這個P-Value跟MHST的計算 那這個可能是錯的啊 這可能是錯的啊 那intention改變你就要重算 這是很複雜的過程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P-Value跟MHST本身 本身的這種做法的一個缺陷 你可以講他是一個缺陷 那所以呢 大家開始慢慢 就是移到這個 所謂的 Astimation with uncertainty Astimation with uncertainty很簡單 就是任何的事件 OK我們都把它當做一個機率分佈 那隨著我們的observation 隨著我們收集到的資料 收集到的資料就是一個observation 那這個收集到的資料 會改變你的機率分佈 OK那這個改變就像我剛剛講的說是 這個改變怎麼樣的計算 那這個是用倍式的方法 當然我們現在還沒 我還沒教到倍式的方法 但是呢 那個讓你們知道一下說 倍式方法基本上就是在做 這個從一個分佈到另外一個分佈的這個計算 OK 那因為frequentist的受限制 那我們有慢慢轉到basian 那因為hypothesis testing的一些限制 就是說他們慢慢現在就統計方面慢慢轉到 這種astimation with uncertainty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個 都是一個distribution的概念 都是一個機率分佈的概念 那這些都造成說我們慢慢慢慢 就是往倍式資料分析這邊取景 OK 所以 讓大家了解一下 為什麼倍式資料分析 慢慢在統計系裡面 比較多人在做 那當然統計系你說 不對啊 我去看我們學校統計系的老師 很多都還是做傳統統計的方法 那是為什麼 因為統計系的老師他們什麼時候拿到學位的 很多統計系的老師他們學會十幾年前拿的 倍式要分析什麼時候出來的 大概20年 所以很多的統計系的老師還不夠年輕 你可以這樣講 比較年輕的統計系的老師通常會比較重視倍式的方法 OK 所以呢 The focus of this book 就是說這本書的重點 這本書 我講的這本書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的教科書 那我們是強調說 怎麼樣去perform patient inferential statistics 怎麼樣去做倍式資料分析 OK 那就是說 你做了以後怎麼樣利用EDA EDA就是我剛剛講的 圖表啊 統計的這種 譬如說什麼平均啊 這個 這個 standard deviation 這些 這些 就是說 這個 exploratory 這個EDA就是 exploratory 這個 data analysis 就是傳統統計的一些工具跟圖表 to summarize interpret check and communicate the result 就怎麼樣去解釋它的結果 注意喔 這邊就是 你看 interpret 是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在倍式資料分析也很重要的步驟 但是 就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在深度學這方面是比較缺陷 缺少的 OK 那 傳統的 傳統的